我现在去交燃气费 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洗到中间 就突然没热水了 然后才想起 有两个月没交燃气费的 然后查看了一下 发现确实是没燃气的 真的好冷 今天零下四度 现在还在下雪 这风吹着真的是刺骨 现在要坐公交车去 等一下公交车 因为距离有一点多公里 骑当车我怕摔倒好冷 天空还在飘雪 这地面特别的滑 我白跑了一趟 就是这边说 这几天突然降温 然后北京燃气的系统出了问题 所以是交不了燃气了 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然后我家里是没有燃气的 其实北京这边燃气是用卡的 新卡是有NFC功能 但是我的用的是老卡 就没有NFC功能 所以不能再往上销 只能来银行去 多个地方 比银行真的是 特别的不方便 然后的话 这几天也做不了饭 要不吃泡面了 太难受了 现在雪好像下小了 但是非常冷 风好大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叶晨峰 刚才我去浇燃气被没浇成 我在入住前呢 燃气表上有大概有40立方米吧 然后北京这边是2块6毛1还是多少 然后大概是100块钱的燃气 我做了两个月就差不多用完了 一个月大概50块钱燃气费吧 50多一点 做饭 洗澡 要用到燃气 算下来的话也不是很贵 然后电费的话 一个月也用不了 一个月的话 我目前是充了三次电费吧 每次充50块钱 我住宿前呢 电费只剩7块多 一个月估计的话 现在现在是剩70多 然后一个月估计也就四五十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所以说水电没加起来 一个月就100多一点 其实也不多 我住的这个小区呢 是自贡暖的 但是我没有开暖气 因为不需要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账单 上个月大概生活花销是2000 200多块钱吧 包括吃交通费 我上班的话主要是坐地铁 然后坐地铁上个月花了200多块钱 北京这边坐地铁是有优惠的 超过100块钱 开始呢算是七五折 然后超过150开始 就是打五折 我上个月总共花了200多块钱 所以说北漂的话 最大的支出就是房租了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住的要求不高 你1000多块钱也能租个住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房租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你生活开销 基本上肯定需要2000多块钱的 大概是这样子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